在新城鄉的部分也有一些淹水的情形 鄉長河立台特別前往徐美積西會堪 易淹水的地區來視察 同時他也指示清潔隊開始進行清除露宿障礙 要進行災後復原工作 台風海葵在9月3號開始影響花蓮 3號到4號為花蓮一打停番停格的標準 陣陣的大雨造成地下道或部分露面積水 露宿倒塌等輕微傷害 今天將會在9月3點起成立新城鄉災害應變中心 由巷長河立台親自作證 並且折承各科市進駐新城鄉公所 以隨時應變颱風動向以及鄉內的狀況 另外折承清潔隊以最高效率 快速排除影響交通之路數以及障礙物 海葵颱風來襲 新年鄉公所上下一心 我們要感謝民眾對房台的工作做得很好 當然在公共設施禮儀部分 就是露島的部分 引擎水溝等等各方面 只要災害一發生的時候 公所清潔隊以及建設可以立即拆人前往 在一小時之內立即把它清除完畢 恢復交通順暢 在整個西北七七市新年鄉的主要河川 也時常在監控 因為這幾天因為秀林山上強大的大豪雨 造成我們西北七七上漲 我們也非常的緊迫 非常的緊張 但是呢 所信沒有造成敵方任何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不只在整個鐵路寒洞 以及整個嘉山的這個隧道的寒洞等等 有積水淹水的這個現象 我們立即來排除 立即做跟我們的行程分級來做聯繫 做一些這個阻擋的工作 以免的意外來發生 我想颱風來襲 是我們大家不樂見的 但是既然來襲了 我們就要全力以赴 希望把災害降到最低 新人鄉全力以赴 讓我們比試著颱風 上海降到最低 相當合台表示海溝的颱風從台東登陸 暴風圈開始為花蓮 以及新人鄉帶來不少雨量 出大雨造成如眠積水 入宿段落或散落在交通路面上 新人鄉公所以最高效率前往處理 並且隨時監控 敘美機械的水位 另外有火災或是露面坍塌的個案 也立即聯繫相關單位處置 讓鄉信有平安順利的大陸 以及安全的居住環境 新人鄉在海邊中心 以及新人鄉公所各個市 繼續監控颱風動向 絕不怠慢 守護鄉親安全好生活 記得終於新年號導